大家好,我是Stan Hibu旗下厂牌Odo推出的新人女团NuJins 在出道专辑发表当天 就突破了262815张的销售量 刷新了历代女团出道专辑 首日销售量的新记录 并且也创下了2019年9月之后发表的 IDOL团体专辑中 首日最高销售量的大记录 而不只是专辑销售量 Attention与Hibu两首歌 在Spotify连续7天拿下了一二位 在Melody7位的成绩进入榜中 创下了最近三年 女团出道曲最短时间进入前10名的大记录 而目前已经登上了Melody Top 100一位 然而这么大收幻音的NuJins出道曲 一开始却遭到了Hibu内部的反对 到底是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打造NuJins的明尼金的采访内容 内部的反应怎么样呢 有在我家简单的视听了一下 成员们都真的非常喜欢 耳朵职员们也是有同样的反应 但是在Hibu内部却有很多 太平凡大众们不会认同的风格等意见 也有很多人表示跟原先的KPOP爱抖形式不一样 所以很难成功 虽然听到这些话的时候瞬间也会担心一下 但是大家的取向都不一样 而且本来就不能百分之百的满足所有人 最重要的是 我有我明确的目标 对这首歌也很有信心 我一听就觉得很好听了 是有点平凡 但是我觉得KPOP是要加上舞蹈才是完成 看完音乐节目后变得更喜欢了 不过也能理解Hibu为什么会反对 歌曲确实有一点点不足的感觉 但是那个反而变成了魅力 能理解Hibu为什么会有那种意见 但是Hypeboy真的是大众们喜欢的风格超好听 说实话因为是Hypeboy明镜所以才会感觉好听 一个完全的行人拿这些歌出道的话 很难成功的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读错群聊内容的索尼系的成员 明明说好穿party打歌活动时的服装 却一个人穿party服装的Suyung 明明说好因为背景是粉色 所以穿五彩色端正的服装 却一个人穿粉色的Hyoyung 太好笑了 Suyung在节目中一直被开玩笑说是魔术师 真的太好笑了 主持的Mino服装更像素系 表演反而像主持人 Mino太自然了都没看出来 然后有一间坏消息室 因为Makness好像的确诊 索尼系列取消了这个礼拜 所有的音乐节目打歌活动 不过没关系 我们还有下个礼拜 看到乔努的印尼女演员们反应 几年前乔努参加印尼颁奖典礼的影片 最近重新收到了韩国网友们的关注 女艺人们的反应是真的 原来人活的都差不多 实际看乔努的话 真的眼睛只会盯着乔努 她是我看过的生物中最神圣的 已经超过了长得帅 因为我家爱豆跟阿斯托的行程 常常重叠 所以我看过她很多次 每次回家之后 想到的只有乔努的脸 乔努的脸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